今天是2月11号 周六A股不开盘 可是股民想说我太难了 为什么这么说 有不少朋友在问我 A股下周会不大跌 为什么呢 因为在周五盘后 就说周末迎来了一个重磅的利空 可以说是一个深水炸弹 那么A股会不会在这个位置出现一个大幅度的杀跌 如果大幅度杀跌又该怎么办 还有这个位置接下来怎么走 这期视频 我们就几个权宗板块做一个全面的解读 到底看一下这个A股会怎么走 为什么说要看几个权宗板块 因为权宗板块对整个指数影响非常之大 所以它的走势对后期A股的走势是非常之关键的 好 这是上周五A股的一个分视图 对吧 感觉就是一个震荡 然后跳水 尾盘又稍微在这里抬了一下 整个盘面就是一个 正常的一个调整 是不是 震荡 小幅度震荡 可是股民啊 这个周末却忧心忡忡啊 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 银行 可能朋友会说 为什么看银行啊 银行不是在这个位置 出现一个反弹的走势了吗 这个不是60年线吗 不是新闻了吗 下周一个反弹的话 大盘应该是会涨啊 对吧 会涨啊 大家发现了没有 这个银行出了一个新闻 什么新闻呢 银行有一个银行说要配股 当然啊 这个是还没 还没有落实 但是你想想配股 这个影响大不大 我觉得大家一听到配股 应该就会害怕了 对吧 你如果仔细去看 大盘的这个走势啊 尤其是在前面这一波啊 反弹之前啊 在这波反弹之前啊 在这个位置 这些位置 大家如果仔细去看 如果发现问题 这些位置每一次啊 出现一个快速下跌的时候 都有一个原因 是什么原因呢 配股 我记得在这一段时间啊 是吧 大跌的时候 大家应该是最有最深有体会的 当时是什么呢 当时是头部券伤 一个200多亿的配股抛出来 结果大盘直接被带勾里去了 出现一波快速下跌 好 是吧 这里现在是属于一个反弹高位 那 确实上不配股了 银行来配股了 那你想想银行配股 是不是也会形成一个压力呢 银行配股 再是一个大利空 如果银行出现了一个下跌 大跌 那么会不会带崩整个的上阵呢 带崩这个A股的一个走势呢 所以我们来看银行 银行的话 从技术方面说 它这个六四天线是一个强支撑 连续两天走红 有发展的需求 但是随着这个配股计划的抛出 大家就要注意了 这里低开 是大概率的 低开会不会高走 就很关键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个六四天线就尤为重要了 如果这个六四天线守不住 出现一个破尾刹 那你想想 它往下调整的话 大盘会不会给它给带崩 完全有这可能性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要注意这个强支撑的一个 一个位置的一个走势 当然 那这个配股 还有一个好事 就是它是小银行 如果是大银行的话 那更加 是吧 更加恐慌 所以小银行 那我觉得 它这个目前的影响 可能不会特别大 但是 有一个银行抛出的配股计划 那就难免 其他银行会抛出 会抛出配股计划 所以银行的走势 就尤为关键了 这个看资金怎么看 这个我们一定要注意 周一的一个动向 资金的动向 如果资金不看好它 是吧 在这里出现刹 放在刹 跌穿六升线 那向下调整的话 大盘肯定会被它有一个什么压力 当然 银行只是 大盘权重板块里面的一个方向 但是银行的板 银行的板块 在整个中国A股里面 它占的市值比重是比较大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 记住我说的话 银行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如果你没票的 没票的 刹到六四天线附近 你可以考虑做一个低息 做个博弈 不对了 反弹反出 你可以吃肉 博出来及时要撤退 好 除了银行 对盘面以下大外 还有个谁 券商 券商的话 我想大家应该是熟悉 可是大家看一下 券商这个走势 也让人忧心忡忡 对吧 前面这里出现一步快速反弹 这个反弹后 这里出现一个高位大英镑一杀 为什么会出现高位大英镑呢 就是注册之后信息出来以后 有句话怎么说的 利好兑现便利空 是不是 所以它出现杀 那我们来看 在这里出现连续几天震荡 所以说 它周五属于一个小幅下跌 并没有跌穿这个二十线 可是难免这个二十线守得住 那下周如果说这个二十线一跌破的话 那该怎么办 是不是会迎来持续的调整 所以券商在这个位置该怎么去参与呢 朋友们应该知道 在这段时间我重点讲过 教大家怎么样上车 你好在这个位置 给大家说过 怎么办 不要轻易的去追 如果你利润电比后的 是吧 这个五属均下线守不住的 你可以选择减仓 或者选择落袋 这个说了很多事 大家就应该在这个位置 保持谨慎的态度 券商在这个位置 你想想 就算在这个位置出境反出反弹了 他上方是不是还有这个高位的压力 这个压力看这个量能 他想要上去的话 是不是要放出一个巨量 一个大量涂过去 那你想想 现在这个量能 他有机会涂不过去吗 还有就是 大家可能会发现 在周五啊 券商有一次票 跌停了 大跌了 这个票是谁 信达 对吧 跌了9.93 你后开板后出现了一个放量的一个下措啊 其实不应该做放量 相比前面这一天啊 他是收量的 但是如果你看一下这两个是吧 这两个位置的走势 你就会发现感觉这个资金在出货啊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技术 他能不能守得住 他能不能守得住 无限能不能守得住 如果他守不住出现一个AA自杀 那你想想对整个盘面对整个板块是不是影响非常的大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他周一的走势 如果他周一出现一个继续大跌的话 可能对整个券商板块形成一个压制 那么会加速券商板块的一个调整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好 既然这两大权重板块啊 就是我们说的银行证券大金融都出现什么不太好的现象 那其他权重板块怎么办呢 我们来看一下另一个比较关键的白酒 白酒在前面啊出现一波震荡 那周五周四出现了一波上涨 那接下来怎么走 白酒大家看他的位置啊 其实他这个位置是属于一个反弹的相对的高位震荡 对不对 这位置是相对的高位啊 不不说是低位啊 这里看一下是不是逼近了上面的压力去接 所以这个位置的白酒想要大涨的话 你觉得难吗 我觉得有难度 当然啊 这个位置你说跌的可能性高不高 也有 但我告诉大家的是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白酒在这个位置出现连续震荡后 在周末迎来利好 什么利好呢 酒王大股东增持他的一个股证 增持他的一个这个我们说的什么股票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利好呢 我觉得完全是的啊 在这种位置酒王获得大股东增持 就说明他对后市看好 所以啊 白酒在这个位置出现震荡 或者说震荡走高的概率是比较高的 起码白酒里面的老大 他不会出现大幅度的调整或者撒跌 那么大家就没必要纠结 大概率是震荡走高的一个走势 好那白酒对整个旁边的影响啊 也是非常之大的 我们可以留贵州茅台啊 贵州茅台他在这个位置 大家看其实他已经出现了一个调整 对吧 通过多天的一个调整往下走低 周五出的一个十字星啊 说掉十字星 但是在这个利好的加持下 下周他会不会继续往上走呢 那他有可能迎来一个反弹反攻啊 那把他反攻的话 那会不会带起白酒板块上攻呢 我觉得完全有可能性 所以白酒板块啊 尤其是在茅台的代理下 有可能有机会迎来一个上涨 形成一个护盘的动作 现在一个护盘的动作 那他一护盘的话 大盘是不是也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刺激的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另一个权重板块 房地产 房地产近期的利好数非常的多 首先我想问一下房地产 他的这个位置低不低 其实房地产位置是非常之低的 对吧 可能很多人说这房地产没戏 房地产 西洋产业是吧 随着人口的下降 房地产后面都会比较畅 这个说的也不说没道理 但是在这个位置 我觉得超跌反弹的概率会比较高 本身他这个位置是属于相对的低位 对吧 另外一个 他在多个利好加持下 有机会迎来超跌反弹 那么在这反弹的话 也不是说他大涨 就是来一个小小的反弹反冲 也会对大房形成一个刺激 形成一个 我们说的上涨的动力 大家觉得是不是 所以综合这四个权重板块 则是大家对下周的一个行情 是不是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的 所以 我觉得股民这个忧心 没必要纠结 没必要纠结 大盘的这个位置 尤其是在这段时间 我觉得出现震荡的概率偏大 在这里出现连是大幅度杀跌的可能性不高 虽然说大金融板块有调整的需求 大金融板块调整 但是作为北九板块 还有房地产板块 他有反弹的需求 有反攻的需求 那金融一股股一跌 北九房地产一拉 那是不是又是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 又是一个震荡的状态 所以 大家在这个方向就没必要太过的纠结 太过的担心 可是现在又反过来 我刚才开头就说股民太难了 为什么 如果说 没有出现周末这个银行配股的这种利空的影响 那大家看一下 银行在这个位置是不是会出现反弹的机会 对吧 那如果他银行在这里出现连续反弹的话 去调这个位置 再加上北九一攻 再加上房地产一防 这几个权重板块一拉 大盘不就攻上去了吗 是不是 大盘不就上去了吗 所以 你想想 在A股想要吃肉是不是太难了 是吧 刚有点起色 就 又有一些不安分的公司 来这里什么 来这里收割了 对不对 好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当然 权重板块走势 对整个A股影响非常大 也告诉大家 接后 这段时间 大概率是走震荡 但是 朋友们要注意了 赚钱效应 仍然是有的 那么接下来市场的焦点重心在哪里呢 留意我前期重点跟大家讲过的方向 国企改革 数字经济 对吧 还有就是人工智能这几个目前的主线方向 他还没走完 所以调整就是机会 好 这些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算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